你好 想弄点啥 有两条响链 你给我看看吧 你给我看看到底值多少钱 值多少钱 对 先我打开先看看 避玉 是的 确实是避玉的 到底值多少钱 这玉石这个价格不好估 这哪来的 1000多块钱买的 1000多 1000多一条 买回来的 你买的 还不过买的 然后还不是设取的 有耿端利用 99块钱一个人上北京 那挺划算 99块钱上北京 是的 说实话你要自己去的话 连车票钱也不够 但是买这个东西我感觉太亏了吧 我感觉它不值1000多块钱呢 咋说 这你去旅游买 一般价位会高一些 你像这个来摄影师咱们看一下 像这个确实是避玉的 但是 它这个珠子呀 确实反正只能算是一般 料子只能算是一般 你看它这个颜色也不均匀 颜色不均匀 有浅的有深一点的 颜色不均匀 1000几啊 1800一勺 1800一勺 比如说两勺 3600 嗯 买的还有其他的 买的还有其他的 嗯 那不少花钱啊 我都是出来不少花钱 我都不然 我会有钱 它有没有上档 嗯 这不能说上档不上档吧 浴石这玩意呢 跟黄金还不一样 黄金它有一个固定的价格 它每刻多少钱 它是有价格的 那像这个 它是没有什么 没有就是 就特别精确的一个价格 你比如说这个项链 你喜欢它 你别说1000 你就花5000 你觉得也值 你要是不喜欢它 你别说1000了 100 你感觉也没啥用 明白吧 按扑扑说来 有人也笑 但是我都不喜欢 不喜欢 他这个销里 卖给你 把这个铸铁大铁 铁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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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经营 不经营这个 是吧 是啊 我还带我1000 800元 那行 那还给你装起来 我还给你装起来 你去旅游 大家说句实话 你旅游的时候 它这个 那个费用不出 那你买东西肯定会贵一点 对吧 你99万钱想一下去北京 你现在不管是做啥 你就坐大巴也得200块钱吧 对不对 你坐火车也得也得不少钱啊 是吧 你一来一回光这个 你到那你还得住哪 还得吃 吃喝拉撒人家都管了 对呀 你这买东西的东西 你不让人家赚点钱吗 是吧 没事 那也有幸福费 是不是 是这个到了 好吧 谢谢老板 好再见